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 进阶实验第十课的学习 好 在我们第十课的上一个小节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 签署开发B智慧 第七个小课 就是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觉器官 我们传感器的一个理论基础 这样子呢 我们大家对我们这个传感器呢 就有了一个大体上的一个认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个小节 就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 ADC与光明传感器实验的理论基础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实验的需求 以及实验目的 好 我们实验需求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 首先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ADC接口 去读取我们这个光明二气管上面 这个电压的一个变化 好 读取到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电压值 转换成我们这个强度的一个百分比 并且通过这个窜口进行打印 好 我们整个的实验呢 很简单 就是完成这两个要求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要通过这个实验 要学到什么东西呢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光明传感器的功能和一些应用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光明传感器 我们这个光明电阻 它内部的一个组成 以及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工作原理 接着呢 要了解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 我们这个ADC接口的一些功能以及特性 最后呢 我们要学会使用我们这个CMSS库函数 对我们这个ADC接口进行一个编程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重点 最后要进行一个载板实验 并且呢 同学们下来要对我们这个ADC接口 进行我们这个载板的调试 能够熟练的 最终能够熟练的应用我们这个ADC接口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进行一个应用 好 接着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光明传感器的一个简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要给大家讲的这个光明传感器呢 实际上是一个最简单的光明传感器 我们把它叫做光明二极管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光明电阻 好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的一个电路表示 最早我们给大家讲解我们的第一个实验的时候 也就是讲解我们这个LED实验 电灯实验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LED的一个表示方法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这是一个LED 然后这可能还会接一个电阻 这个不管它 好 然后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呢 实际上它的表示方法跟LED比较接近 但是有一点区别 大家看 这个箭头是向外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是向外发光的 但是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呢 箭头是向内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要接收外接的一些光线 然后呢对这些光线的变化会对这个光明二极管的内部造成一些影响 它的一个电路表示就是这样的 可以跟这个LED做一个内秘 好 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的内部组成 以及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实际上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呢 它的内部是有一个PN结构成的 一个PN结 而且这个PN结呢是一个光明的PN结 对光线敏感的一个PN结 然后在PN结呢 接着就是它的一些导线 PPN结加我们的导线 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光明二极管 那么它的一个工作原理是什么样子呢 实际上当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 它受到这个光照的时候 比如这个是光进行照射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半导体片内 也是我们这个光明层 它就会激发出我们的电子空穴队 好大家如果以前学过我们的这个 模拟电路的时候学了我们这个二极管的一个原理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什么是电子空穴队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提一下 就形成一个电子空穴队 就参与导电 然后呢就会使得我们这个电路中的这个电流增强 好我们用这个I表示一个电流 这个电流就会增强 因此呢电流变大以后呢 我们一般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 这边还会穿一个电阻 然后这边电流变大以后呢 我们这个电阻的阻值不变 那么我们这一端的我们这个电压 实际上我们这个电压我们用V来表示 我们这个电压呢就会发生变化 因此呢我们最终是测量的我们这个电压 通过我们这个ADC介绍测量我们的电压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 这个外部光照强度不同的时候呢 有不同的一个电压 因此呢可以得到这个外界光照的一个百分比 好它的一个组成呢和工作原理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的一些主要的应用 实际上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光明二极管呢它广泛的应用在比如说我们的照相机 大家如果知道用过这种比较高端的一些照相机呢 它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它会检测外部的光线 从而呢可以自动的去控制我们的一些快门啊 它的一些近光的一些强度 然后呢在手机上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光明二极管呢 可以去检测我们这个外部的一个光线的一个强度 从而可以自动的去调节我们这个手机背光 可以达到智能的去调节我们这个功耗的目的 还有它在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楼道里面的一些声控的一些 这些灯呢也有应用 比如说它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通过光明二极管检测到 我们当前这个外界光线比较强 那么我们这个声控灯呢它就处于关闭状态 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它是没法打开的 到了晚上或者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呢 我们的声控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去把它打开 好这个应用呢其实还有很多 大家下来呢可以自己摆渡一下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常见的一个应用 然后这里面呢给大家讲一个小贴士 我们常见的还有哪些光明传感器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光明二极管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光明传感器 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最多的这个光明传感器呢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摄像头 摄像头它内部的一个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这个CCD或者是CMOS的这个传感器 我们这个CCD或者是CMOS的这个传感器 还有比较常见的我们这个光明传感器呢 还有我们的红外线的一个接收器 红外线接收器 我们这个主要是用在我们的遥控器上面的遥控器呢 发出我们的红外线号 然后就被我们这个电视或者是我们机顶盒的这个红外线的一个接收器所接收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光明传感器 然后呢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一些光明传感器 这个呢这里面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过多的一个介绍 大家下来呢可以自己摆读一下 好我们继续我们第三个知识点的讲解 也就是我们这个TM32F407里面我们这个ADC接口的一个简介 好我们这个ADC接口呢 它的主要功能先给大家讲一下 它的一个主要功能以及应用 什么叫ADC接口呢 实际上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物联网 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互联网的感觉器官的理论基础 给大家提了一下我们这个ADC接口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模拟到数字的一个转换器 这个A就是模拟的意思 D就是数字的意思 模拟到数字的一个转换器 它呢在我们这个MCO里面呢 它主要就是把我们这个电压信号 把我们这个电压信号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信号 也就是我们的具体的电压的一个数字 转换成我们这个数字信号 然后呢最终可以把这个电压信号呢 把它去读取出来 它的主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这样 大家注意实际上在我们这个STM32F407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DAC的一个接口 DAC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实际上就是模拟到数字到模拟的一个转换 数字到模拟的一个转换 那么它就可以把我们具体的我们的电压值 我们告诉我们MCO的电压值 转换成我们具体的一个电压 转换成我们具体的一个电压 从而进行一个输出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很常用的一个接口 DAC接口 这两个是相对的 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ADC接口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DC接口 我们可以检测我们这个电池的一个电压 还有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检测 像我们这样的我们这个光明二极管 这样的一些传感器 检测它的一些电压的一个变化 并且呢可以最终得到它这个光线的一个强度一个百分比 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这里面讲的可以把这个电压 读取出来我们这个ADC之外呢 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不同功能的一些ADC 这个电容式触摸屏的ADC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电容式触摸屏的一些触触摸 它的桌标值以及它的一些手势就转换成我们的一些数字信号 真的这些呢也是一些常用的一些ADC的接口以及芯片 同学们下来呢可以再更多的通过我们这个摆录再来了解一下 好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这个STM32F407数据手册里面关于我们这个ADC接口的一个介绍 好在我们看这个数据手册之前呢有几个关于ADC重要的一些参数需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辨率 我们这个ADC的分辨率 那么什么是ADC的分辨率呢 想打个比方来说啊比如说 我一把尺子啊假设我这花里我一把尺子 然后这把尺子呢它可以量一个比如说10厘米的 可以量10厘米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就有很多刻度 啊它就有很多刻度 然后呢我们就规定 这些刻度呢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一个毫米 一个毫米就是它的一个刻度 然后这个10厘米呢它就会有100个刻度 它是100个毫米 它就有100个刻度 好那么我们就说呢 这个一毫米的这个刻度 就是这个尺子的一个分辨率 好对应到我们的这个ADC来说 我们就把这个分辨率呢 把它一边用2的n次方来表示 比如说8位的 10位的 或者是12位 的这些来表示它的一个分辨率 假设我们的 分辨率是一个10位的分辨率 那么相当于它的刻度呢 就是2的10次方 就是2的10次方 2的10次方呢 这个是1024 所以说它的每一个刻度呢 就代表了1024分之1 就把它分成了这么多的一个刻度 就代表它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第二个 我们这个ADC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呢 是它的量程 量程 还是用我们刚才这个尺子做打比方啊 刚才我们这个尺子是一个 10厘米的一个尺子 那么它的量程呢 就是一个10厘米 所以说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ADC里面呢 它的量程就是指的 我们能够测量的 最大的这个电压值 比如说它的电压值能够测量是从0 到一个5V 好 那么它的量程呢 就是0到5V 就是它的一个量程 好 有了这两个参数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这个ADC 采样到的这个值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计算 它怎么计算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10位的一个ADC啊 我们现在有个10位的一个ADC 10位的一个ADC 那么我们如何计算这个ADC 读出来的这个电压值是多少呢 实际上就这样子啊 我们10位 我们10位呢 就是实际上是对应的 1024个刻度 我们这么写 我们这样来写 我们实际对应的1024个刻度 然后它的这个量程呢 是5V啊 假设是5V 我们写5000 5000就是指的是5000毫浮 那么我们这个 读出来的值呢 比如说我们读出来的值 我们读出来一个值 假设是500 我们这个值呢 是500 那么我们对应的这个电压值呢 就是这个V 就用这个公式 用这个公式就可以计算 我们这个V呢 就等于5000 乘以500 除以1024 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具体的这个一个电压值 好 通过分辨率和量程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采样的这个值 进行一个具体的计算 就可以算出我们具体对应的这个电压值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它的一个采样速率 采样速率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它的一个转换速率 而这个速率呢 就决定了 我们每次采样到我们最后转换出来 得到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值 它的一个一个时间点一个快慢 就是采样速率 还有呢 就是它的一个精度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精度和分辨率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精度呢 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ADC 所能测量出来的这个值 它的一个最小的一个精度 这个呢 在我们的数据手册里面呢 实际上都是有规定的 好 我们要对这四个概念呢 我们要有一个了解 好 然后这两个概念呢 就是决定了我们如何对 我们的这个采样值进行一个转换 而这个采样或者说是转换速率呢 决定了我们这个ADC的一些 转换的一些速率的这样一个性能 这个精度呢 就决定了我们这个ADC 我们这个ADC 读出来这个数据的一个精度 好 好 下面呢我们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AST RF407D的数据手册呢 对我们这个ADC的一个介绍 好 我们 我们这个手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手册呢 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的 还有英文版的 我们看这还有英文版的 然后呢这里面呢 这边就直接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中文版的这个资料 因为 嗯 这个为了方便 让大家快速的去对这个ADC有一个了解啊 然后 但是建议大家下有时间的话呢 还是把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内容呢 把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内容呢 大家下来呢 好好地阅读一下 毕竟我们这个资料呢 以后啊我们大家学这个芯片啊 或者学我们这些 芯片的数据手册呢 这些资料呢 大多数都是英文版为主的 真正这个翻译出来的这个资料呢 不是特别多 而且翻译的这个 呃效果呢 也不见得非常的好 啊我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中文版是11张啊 我们这个英文版对应的是第13张 好 我们看我们这个中文版的11张 首先呢是对我们这个ADC做了一个简介 啊 这个讲了我们这个ADC呢 就是一个12位的一个主持区进行的一个魔术转换器 还有这么多个通道 然后呢 还讲了 他可以车辆有16个外部员 以两个内部员和微button通道的一个信号 好之前呢 大家下来呢 自己好好把它看一下 然后呢 讲了我们这个ADC的一个特性啊 大家看 第一 第一个特性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分辨率 分辨率呢 可以配置成最高 可以到12位 最低呢可以到6位 这个分辨率 分辨率的概念呢 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大家下来呢 要好好地理解一下 好 然后呢 还讲了每次转换结束 以及我们或者是发生了模拟的看不过 或者这个一出事件的时候呢 会产生中断 因此呢 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断的模型 来对我们这个ADC的这个数据呢 进行读取 然后 还分有两种 有单次和连续的一个转换模式 单次呢就是我们去 读一次 它就会转换 就连续呢 它就不停地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只需要读取它的值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这些呢 这些呢 后面的内容呢 大家好 下来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一面了 然后11.3这个小节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 ADC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说明 大家 下来呢 可以把这个框图啊 去了解一下 这个框图就是我们这个ADC的一些框图 包括了我们这个ADC的一些 它的一些输入 大家看有16个 总有16个一个外部实践的一个输入 大家看这儿 然后呢 它还有三个内部 实际上就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以及我们这个 Way Reference IIT 以及我们的Way Button 它的一些内部的一个输入 因为它内部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ADC 来对它进行采样 从而可以算出来 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温度值 然后呢 好 在这儿 这个呢是它的一些通道 大家看有这么多个通道 好 这个呢是ADC的一个时钟 这个时钟呢 好 我们 我们看啊 这个时钟后面会有假 好 这是我们一个地址数据总线 好 这就是我们中断的 中断的一些处理 大家看有这四种中断类型 我们要常用的呢 就是一个转换结束 转换结束这个中断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这个开关控制 大家下来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控制这个ADC打开与关闭 通过这个开关控制这个功能呢 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在不使用ADC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关掉 从而可以节省功耗 然后呢就是这个ADC的时钟 时钟呢 它有两个时钟方案 一个是用于模拟电路的一个时钟 就是我们这个ADC的CLK 是所有的ADC公用的 然后还有呢 我们这个ADC里面 它有数字接口的一个时钟 是用于寄存器的一个读写 好 大家要搞清楚 只有这两个时钟 然后呢 讲了这个如何进行这个通道的一个选择 这个通道的选择呢 大家下来 要看一下 具体呢 如果我们要自己去写 我们的这个ADC的一个操作呢 那么我们要好好看一下 我们如何进行通道选择 但我们如果是 我们通过调用我们这个CMSS这个酷函数呢 我们只需要知道 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初始化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个呢 11.3.4就讲了我们这个单次转换模式 以及后面的这个连续转换模式 讲了我们这个模式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个大家下来呢 需要自己去看一下 好 这个时序图呢 大家下来 这个时序图呢 也是需要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个时序图 就讲了我们这个ADC 它这个数据是什么时候有效的 比如说这个ADC开始转换 经过了15个时钟周期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读取我们这个转换结果 大家注意 所以说你不能连续不断的不停的读 这个时候可能会读不到最新的结果 你要在他ADC开始转换 并且经过15个时钟周期以后呢 再去读他 好 然后后面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后面是一些 模拟开门狗啊 扫描模式啊 还不连续采样模式啊 这些啊 这些呢 同学同学们下来有兴趣的时候呢 或者以后 要用到这些功能的时候呢 可以再把这些功能的好好了解一下 我在我们这个实验里面呢 好 这些功能我们暂时不会去使用它 好 然后讲了我们这个11.4 讲了我们这个数据对齐 好 我们这个ADC呢 可以选择左对齐或者是右对齐 这个呢 在我们使用这个 我们这个CMSIS 这个库含数 对我们这个ADC介绍进去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对这个参数 要选择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这个参数进行一个选择 所以说如果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 那个参数如何来选择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有就有必要把这个数据对齐 啊 这个内容好好看一下 好 然后呢 讲了我们这个可设置独立的 各通道的一个采样时间 好 以这个外部转 转触发的一个转换和触发的急性啊 这些这些呢 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它的内容也很少啊 大家呢 花一点时间把它看一下就行了 这样子呢 就有助于我们在我们这个 写我们这个CMSS 利用我们这个CMSS 库含数初始化这个ADC的时候呢 对我们这个初始化参数 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啊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呢 实际上下来可以 把这个温度传感器的实验呢 自己来做一下 就是它的内部还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是STM32F407 就是这个旗舰 对于这个旗舰呢 它是连到ADC1IN16这个通道上面的 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下实验 把这个ADC1-IN16这个电压值读出来 并且呢 好 我们把这个电压电压值 把这个速度值读出来 并且把换存成电压 最后呢 我们可以换存成我们这个温度 看一下这个ADC它内部的这个温度是多少 好 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这还有一个电池充电的一个监视 实际上也是通过我们ADC 把这个 vbutton-2 连接到我们ADC1-IN18这个通道 也可以去读取 我们这个电池电压的一些信息 好 然后这个11.12呢 就讲了我们ADC中断 好 我们实际上我们主要用的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结束规则组的这个转换这个事件 好 我们如果要用到中断的话 主要会用到这个事件 以及我们要用到DMA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一出这个事件 好 我们下来呢 可以看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里面呢 我们没有用到这个ADC的中断 我们这个ADC中断呢 要求我们同学们下来这个客户作业呢 有一个通过中断 实现我们的ADC数据读取的一个实验 因此呢我们对这个ADC中断也需要有一个了解 好 然后后面的11.13呢 就讲了我们这个ADC的一些寄存器 这个呢 同学们下来呢 可以把这些寄存器的内容呢 把这些寄存器内容呢 好好的浏览一下 看一下 然后再对应到我们这个CM SIS 这个库函数啊 我们要读这个库函数的时候呢 对某些寄存器 所以他做什么的 如果需要查询的话呢 可以直接在这个11.13这个ADC寄存器里面 进行一个查询 这样呢 就可以加深我们这个寄存器的一个理解和记忆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呢 把这个ADC的这个数据手册呢 我们一起过了一下 其实很多内容需要大家下来呢 自己好好地把它看一下 好 我们最后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实验电路的一个分析 好 首先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DC和这个 我们这个光明二气管的电路图 好 大家看我把这个开发板 这个打开 开发板的原理图打开 好 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我把它放大一下 我们看着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 这个部分的这个电路 好我们来看 首先呢 我们看啊 这个LSE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光明二气管 大家看这个表示方法 这个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箭头向内呢 就表示它是一个光明二气管 如果向外呢 表示它是一个LED 也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发光二气管 好 然后这个呢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上拉 首先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上拉 是通过一个47K的电阻 接到我们这个VCC3.3V做了一个上拉 然后呢 大家看啊 这个位置 它是串了一个电阻在这儿 对不对 然后这个电阻连到哪儿了呢 连到NightGunSensor这个管角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ightGunSensor这个管角 我们是放到哪 哪个地方了 好 我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MCU的这个图啊 好我们看 我们也可以通过查找的方式来找 还证明 我知道它在哪儿 所以说直接就找到这个位置 这个NightGunSensor这个管角呢 实际上是连到我们这个PF7上面 PF7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角 也是我们的这个 大家看PF7这个GPIO 因此呢 我们对这个ADC啊 我们对这个光明二气管 我们通过ADC 对这个光明二气管的这个电压值的采样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PF7这个IO进行一个编程 我们要把它编程 我们这个 把它编程成我们这个ADC接口 并且呢 对这个接口 进行一个数据的读取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接口呢 就是我们ADC IN5 也就是我们的通道5 好 下面呢 就对我们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好 首先我们还是看到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的这个电路 实际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光线 光明电阻 光明二气管的这个工作原理的时候给大家讲了 我们通过这个光线不同的强弱呢 我们这个灯 我们不是这个灯 我们这个光明二气管它的 它的这个电流就会发生变化 好 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电流会发生变化 好 首先呢 它有一个上拉 一个V3.3D一个上拉 这个电压是存在的 对吧 这个电压呢是一直存在的 因此呢 在这个电压和这个D之间呢 必然就会有些电流 那么每次我们这个 我们每次这个光照 不同的光线照射到我们这个光明二气管上的时候呢 它内部的电流就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 大家看啊 从而导致呢 我们这一点的电压 我们这一点的电压 我们这一点的电流 首先是电流发生变化 我们这一点的电流呢 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这一点的电流发生变化以后呢 再通过这个电阻 那么我们这一点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肯定会有一个电压 对吧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电压呢 就等于我们这个电阻 乘以我们的这个电流 我们这个电流发生了变化 我们电阻不变 我们是1k的一个电阻 那我们这个电压呢 必然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因此呢 我们就通过读取 通过这个ADC接口 就是连到我们这个ADC ADC3-IN5 ADC上的第五个通道 -IN5这个通道 去读取我们这个电压值 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光线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比值 那我们这个光线 大概是如何变化的 通过一定的公司的转换呢 就会得到这个外界光强的一个百分比 它的整个工作原理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面呢 只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好 我们这一节课内容呢就到这 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要具体的 对我们这个ADC接口 与光线传感器的实验呢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演示 和我们的载板的一个实验及演示 好 今天课程先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